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1年3月25日 德国十应冰岛 世界被欧洲区外围赛在周五凌晨上演焦点战役 深处剧组的德国语冰岛将在前者主场一决高下 冰岛最近无场比赛连战连败 球队毫无状态可言 此行挑战足坛巨人德国 冰岛难逃继续失利的厄运 德国在去年9月份至11月份 进行的欧国联中表现并不好 他们六轮分组赛仅取得二胜三合一赴 最终排名分组次席 拱手让西班牙晋级 尤其最后一仗 德国竟然0比6大败在西班牙脚下 日尔曼战车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军心 此番转战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 上仗欧国联输球时的场上球员 也基本入选了本次国家队大名单 因此洗刷耻辱刻不容缓 德国目前进攻端人才积极 迪姆华拿 历来辛尼与格纳比都是大名鼎鼎 连夏威斯都要被迫后背待命 他们中场还有根杜简与格利斯卡等攻守兼备之人 根杜简在曼城表现神勇 他居然是蓝月亮的联赛 头号得分手 而格利斯卡则已经在29次国家队出场中攻入12球 座位中场球员的入球率相当高 上届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 德国是以分组赛 实战全胜的姿态晋级 他们在外围赛中向来发挥稳定 更何况金杖还肩负重返胜轨的任务 德国是必要取得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的分组赛开门红 冰岛在最新一期的FIFA排名中位列第46 对比德国的第13名 双方实力明显不在同一档次 上届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 虽然冰岛也取得分组投名资格 但他们在决赛周分组赛中一胜难求 最终早早完成了他们队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之旅 要知道 德国在历史上总共19次参加世界杯 四次夺冠 两队在经验上也是天差地别 在去年的欧国联赛 冰岛六轮分组赛全败 军场失球数接近三球 进攻端的亮点也不多 在球星施古臣未能入选的情况下 薛科臣与比基比亚拿臣等国家队入球数较多者 需要共同肩负起进攻端的重任 此外 最近两次面对德国 冰岛飞赴集合间且一球未入 再加上他们近期连战连败 深处谷底的冰岛时在凶多吉少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收听 期待与你再会